这些丑不拉鸡熟透了,熟到爆浆,别的鸡需要五指姑娘,是为了效率,它实在是不能干。 工人给每个单间的工鸡,提供一轮服务,没多久,一瓶瓶白色浓浆就收集好了,这可不是鸡巴巴,而是工鸡的精华。 每隔一段时间,工人就会走街串巷,搜罗优秀的种鸡,送回繁殖场。 作为越南享有鸡中贵族的鸡,东涛鸡种鸡,除了血统纯正,腿粗个大外,一定要红。 在越南,东涛鸡又称为龙鸡,脚上坠生物一样的鳞皮,当地人觉得像龙鸣,流里流气,还带着一股怪味的鸡腿。 估计龙见到了,也要叹一声晦气,然而就是凭着这双肉腿,东涛鸡曾经一度成为御用供品,从此一发不可收拾,腿越长越粗。 你见过一只观宝的鸡爪吗?现在你看到了,如此天赋异禀的大腿,确实很大,但也很贵。 一双能炒出几千块的高价,工人按一比八的比例,把到手的公鸡母鸡送进小单间,隔着铁网,两鸡彼此间能聊,却不能身体接触。 在朝夕相对中,他们暗生情愫,散发着荷尔蒙气息,以及咯咯咯的叫声,显然氛围已到达高潮。 当然,他们不会有深入交流的机会,随之而来的是,不停地被压榨。 人工受精是门技术活,一般需要两人配合完成,工人用独门手法对着公鸡肚子,轻轻按压四到五次,随后按着花朵轻轻一挤,乳白的精华就出来了。 趁着液体还有余温,工人一刻也不敢停,用同样的手法,对母鸡按压几遍后,立马将0.1毫升的精华液注入母鸡体内。 通过人工受精,鸡蛋受精率能达90%以上,如果让他们自由恋爱产生后代,平均也是人工的六成,而且经过精心选育。 人工受精的东涛鸡,各大身强,腿粗颜值高,能在铁笼里唱球鸟,也许是他们最好的归宿。 这里不能愿工人不给他们鸡犬,就算给他们一个机会,工鸡也不一定能完成任务。 粗壮的大腿犹如灌鸡,彩蛋要骑上母鸡的背,一不小心就会翻车,因此自然交配。 鸡蛋受精率相对较低,真靠他们自由恋爱。 场主大抵上只能在寒潮来袭时,面向西北张开嘴,随着养殖规模的扩大。 如今的东涛鸡,无论供母都变成了甩手掌柜,拜腿所赐,供的不能干,母的压坏蛋。 为了防止大腿伤蛋,母鸡的居住单间,也经过专业设计,人工受精没多久,母鸡纷纷开启生产模式。 圆滚滚的鸡蛋,随着笼子倾斜的敌网,纷纷滚落在蛋槽上,完美避免了一场相爱相杀的践踏事故。 母鸡的鸡爪,虽然不如公鸡粗壮,但一脚下去,一样没有鸡蛋能逃掉鳄鱼。 相对于普通母鸡,东涛鸡的产量实在不咋地。 平均来说,母鸡每月能产下12到15枚蛋,一年开足马力,也只能拿下100个左右。 为了让种鸡高质量输出,繁殖期间,工人每天给它们提供高蛋白营养餐的同时,偶尔也给它们准备点粗粮节解密。 相对于速成肉鸡,它们不但伙食好,而且能够活很久。 东涛鸡寿命能达7到10岁,肉鸡一般一两岁就要上桌,尽管种鸡也逃不过这个命运。 好在能够活到产品输出的数量,和质量下降之前, 工人把新鲜出炉的鸡蛋从蛋槽捡起,送到孵化室。 由于出生名门,这些鸡蛋的身价也水涨船高,一直能换两打普通鸡蛋。 工人对收回来的蛋,逐一进行检查,剔除没有完成组装,和带有瑕疵的种蛋。 随后送进孵化间,开始为期21天的孵化,万变不离其中。 作为一只鸡,东涛鸡的孵化环境,跟普通家鸡差不多,很快小鸡如约而至。 刚出生的他们,毛茸茸的一团,在工人手上支支扎扎,体重50克左右。 纯种的一只就能卖到30多块,如果不是支根支底。 就算经验老道的工人,也分辨不出刚出生的小鸡是否纯种。 人三岁看到了,东涛鸡不用那么久,只要鸡苗长到三个月, 纯种东涛鸡通过脚和皮肤分辨,脚粉敷红。 它们成年后,母的能到5到7斤,公的能到7到9斤。 而杂种鸡角色偏黄,并不能长那么大。 工人把新生的小鸡,从孵化器中移出,随后在灯光下, 一只只查看隐私位置,按性别进行分类。 在当地,公鸡相对比较受欢迎,公鸡体型更大腿更粗, 更有投资价值。 每养一只公鸡,如同入手一只新骨,同样是商业养殖。 这腿大如砖的公鸡,价格比普通东涛鸡,高几倍甚至十几倍。 母鸡一般药不用来肉用,药不用来繁殖,论斤来卖。 成年的母鸡,比公鸡要轻上那么两三斤。 工人把新生的小鸡,送到育厨市进行饲养, 每天持续供应干净的清水,和容易消化的营养饲料。 为了让它们住得舒适,还贴心地给地板铺上,松软的倒壳。 刚出生的小鸡抵抗力差,尽管已经接种了疫苗, 也不能让它们受寒,或者羽毛打湿。 这些灯泡不仅是照明,还为除鸡提供温暖。 新生的小鸡异常怕冷,一般环境温度保持在30摄氏度左右。 工人通过观察小鸡灯下的聚散情况,调节灯光亮度, 创造适宜的环境温度。 然而尽管细心照料,一些小鸡都会以不同原因提前下线。 这只怕是不成了,等它咽下最后一口气, 工人就剖开细茶病因。 一旦发现疫病就要果断干预。 随着时间的推移,小鸡仔飞速生长,模样也发生了剧烈的改变。 这些小鸡年纪轻轻,就有了秃头掉毛的毛病, 红彤彤的光定,看起来皮肤并不轻,本来纤细的爪子。 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,颜色加深变粗, 这都是纯种东涛鸡的特征。 它们要到成年,才能长足羽毛, 因此在寒冷的地方,基本活不了。 在繁殖厂生活两个月左右,分别的时刻到了。 东涛鸡养殖模式主要有两种, 商业高密养殖,以及私人违避放养。 别看它们有巨腿症,觉得它们行动不便, 事实上非常活跃。 散养的东涛鸡,跟普通家鸡养殖方式并没区别。 作为杂食动物,一般情况下,给什么就吃什么。 由于活动空间大,运动量足,相对于高密养殖, 它们长得慢,肉质却更加鲜美, 高密养殖的则需要多费点心。 除了要保持眷舍卫生,工人每天都给它们提供干净的水源, 营养丰富的饲料,每隔一段时间, 都会在它们吃食中加点料,预防未知的疾病。 这个摆满瓶瓶罐罐的房间,不是药店, 而是养殖厂必备的科技。 在无病无灾的情况下,母鸡六个月左右,就开始下蛋。 公鸡则有更大的发展空间,但一般也活不到两岁。 除非天赋异禀,入了工人的眼, 这只公鸡是这个养殖场的皇帝, 每隔几天就能享受一轮墓足按摩。 工人用刷子,仔仔细细把鸡爪搓干净后, 还给它们来个茶浴,如此大费周章, 是准备宰了吧?并不是。 在当地,每年都有一次东涛鸡的选美比赛。 每一位参赛者,除了血统唇症外, 还要替大腿粗颜值高,拉里拉他, 散发狡气的可不行。 笼子里的东涛鸡,经过一连串的品头论足, 胜出者身价暴涨。 据说曾经一只冠军东涛鸡, 卖出了一万五千块。 想要吃上这种昂贵的鸡,需要花点心思。 除了放血宰沙外, 清理这双肉腿,需要费不少功夫。 烫过开水后,把表面的鳞皮衣剔除, 这个过程得花上半个小时。 事实证明这种付出是值得的。 处理过的巨型鸡爪,肉嘟嘟, 剁开里面都是胶原蛋白, 为了去掉上面难闻的气味。 除了焖炸外,当地人一般用中式传统汤料, 进行烹饪,炖得软烂的鸡爪, 贴痰不腻, 煮出的汤水, 据说非常补身子。 感谢观看,我们下期再会。